26年运动生涯 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气助攻决赛 体育总局副局长和中国足协主席的身份 还未在官方流程里抹除 但已经不重要了 他现在成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 此后 他的名字将慢慢从中国铁坛淡去 袁伟明59岁时才成为副部级体育总局副局长 三年后他转正成为正部级 蔡振华46岁时 就坐到了副部级的位置上 民间传闻里 他被扶正的呼声很高 资历 成绩 形象和名声 是他加管紧绝的铺路时 十年前 他春风得意 被誉为中国拼坛的凯撒大帝 十年后 他被安排被放逐到体坛之外 官场博弈里 老蔡已彻底出局 从刘国梁被拿掉拼球掌门人开始 大树的根基便松动断裂开来 山羽欲来风满楼 黑云鸭成城欲催 有消息说 他能抽身离开这个系统 已经是最好的安排 从2017年6月 杜赵才接任足协党委书记开始 蔡振华的权力游戏 一提前亮出Ginova的提示 一位长年为足协领导发声的资深记者 在其自媒体中书里出蔡振华 七年十八大量点的政绩来 甚至恒大首夺亚冠 这些书容也记在了他的头上 可惜的是 如今蔡振华黯然退去 反而没有权威媒体为其盖棺论定 这个信号恰好印证了坊间的胡乱猜测 它是被拿掉的 它已经成了过去时 报纸也不会再对其大名大放 1949年以来 先后有五名世界冠军和世界冠军教练 基神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层 除女排三连冠的原委名外 庄泽洞 徐银生 李富荣 蔡振华四人 全部出自乒乓国球 这也符合中国体坛兴衰臣服使 女排和拼球运动员 一直被看成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2010年8月 蔡振华接替崔大林 掌管中国足球 2014年1月21日 第十届全国足球代表大会 全票通过蔡振华任足协主席 在河北湘和足球基地 她开玩笑说 这算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现在来看 这就像是命中注定的安排 从王俊生 严师多 谢亚龙 南勇道为敌 凡是在中国足协做过一把手的官员 先是被数万球迷聚众诅咒 而后无一例外地成为最大的炮灰 这些人来的时候 锣鼓喧天 轰轰烈烈 走的时候无捕灰头土脸 即便如蔡振华这样的明星官员 在国家体育系统内未及人臣 他动用一切力量来改变足球 到最后不过如此下场 资本足球始于蔡时代 几乎也终止于蔡时代 球迷论坛里 几年前骂他的球迷 如今开始纷纷怀念他 在U23新政 球员献心 国家对争战中超的风声鹤唳之下 蔡振华的身影越发高大起来 几年前 他在接受采访时 撂下一句话 当大家在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上 如果还能留下蔡振华 在当主席的时候做的一些事 或者是打了一个基础 我就挺欣慰的 现在来看 不是人民刻意而又矫情地怀念蔡振华 完全是因为同行的衬托 在他之后 系出田馆中心的杜赵才 打出了一套组合弦 先是在人世上从田径领域 调来迪系扩充到足协中层 原田馆中心副主任蔡永 副司举集 县委专职职位 分管国管部 女子部 市场部 技术部 福特宝公司 掌管着中国足协最核心的业务部门 这种行政人员安排 让人恍惚回到为敌领导时期的水军衙门 或许时代并不总在曲折中前进 有时也会倒退 甚至走一段夜路 2010年 接管足球后首次露面时 蔡振华冲着媒体慷慨陈词 她说 她还能干11年 一直到退休都会为中国足球尽心尽力 如今翻茧这样的旧文 从足协主席到工会干部 老蔡不知做何感想 前人栽树 后人连根刨除 明年亚洲杯之后 李皮合约到期 这个安排本是蔡振华 拯救中国足球的法宝 后来却被有意无意的定性为昂贵的累赘 他们二人之间如同是提现木偶戏 李皮负责台前的光纤 蔡振华在幕后运筹帷幄 事实上 在削弱掉蔡的权力后 李皮已然断线 她不过是在硬撑着后玩时间 去处李皮 蔡时代的标签和标志也就 全部清理完毕了 他们之间一度给球迷和中国人带来幻想 到最后却还是一样的下场 球员时期 蔡振华作风破烂 斗志顽强 敢于拼搏 常常能在落后情况下 奋起一搏 反败为胜 官员时期 她连票四级 风光无限 纵横百合 但在如今这样情况下 她的人生结果已经被设定完毕 这场比赛里 她没有球台 也不会再有逆袭的戏码出现 所有的齿轮都在空转 直到报废 小时期 我先来看看 你这场比赛里 你再来看 你这场比赛里 我先来看 你这场比赛里 小时期 你再来看 我先来看 你这场比赛里